来给大家介绍一下 其实天坛医院是 丰台区唯一的一家三甲医院 他们的科叫新生儿科 杨帆 你也有孩子是吧 就是可能 这个 没准什么时候能用到我们 我跟你说我是一个很客观公正的人 就冲刚才有大屏幕播放 我觉得今天你们也成绩差不了 其实新生儿科 并不像我们想象当中 每天在这儿都能够看到希望 迎接新生命的到来 在他们的科室 我们看到的更多的都是新生儿 遇到的疑难杂症 所以他们其实工作压力非常大 他们会用不同的方式来 排解自己的这种压力 是的 我们监管的是小儿神经内科 和新生儿科 我们平时呢 就是一边是可以慢慢治疗的 神经科疾病 另一边呢 是随时徘徊在生死边缘 极为重症的新生儿们 这完全是两种不同的情绪 有的时候我们也会感到紧张和焦虑 像我科室 就是我们有时候老看玩笑说 我们在干这一行呢 不仅要有一个强大的内心 而且要有一个非常强的 情绪自控管理能力 像医院的早晨 都是一个诊疗的高峰期 然后门口的患者 后诊出去的患者非常非常的多 那这个时候呢就难免会有一些 患者呢不是很理解我们的工作 可能有部分的时候 言语会过激一些 像之前举个例子 有一个帕金森的病人 他在做一个检查的时候呢 我们必须要耐心地 等着时间要久一些 然后才能正常地给他做检查 然后有些患者呢 就会误会我们 说你们这个效率为什么这么低呀 可能言语上也有一些激动了 这时候来了一个非常可爱的小朋友 然后进来了以后说 阿姨你们不要生气了 我脑袋里面长肿瘤了 你给我看看吧 然后这个时候呢 自己也就特别乖巧懂事地 把导帘呢放到胸口上 然后跟我讲 说阿姨你看我放对了吗 然后从口袋里面呢 掏出了一颗糖果 对我说 阿姨祝你今天开心愉快 幸福每一天 小天使就走了 然后这个时候呢 这个小朋友整体就对于我们 这个气氛完全就调动起来了 其实我们医务人员是特别特别容易满足的 只要看见我们的患者能康复出院 其实我们非常非常的开心 但是好像是我们当了家长之后啊 虽然你刚才讲这个故事是很温馨的 但我特别害怕听到这样的故事 因为我们都希望自己的孩子健健康康了 对有的时候我们说孩子越懂事 大人越心疼 对每次我们带孩子去医院的时候 特别是儿童医院的时候 你看着很多那么小的朋友 然后生病了 家长那种痛心 你会感同身受 所以谢谢你们的付出 但是刚才你们讲到了 因为你们接触的很多是叫疑难杂症 也就是说意味着不能够通过 之前的工作经验去做判断 所以是不是也意味着你们要不断地学习 其实这样的 因为我们不光看常见病多发病 还有很多的疑难杂症 所以说我们大家就是 觉得这份责任比较重大 因为来北京基本上是 大家的最后一站 所以对我们来说 白天收完这个病人 晚上的话 大多时间都在看文献 看paper 你就你很担心 也许是不是有哪方面失误 没有看到和没有查到 给他耽误了病情或者之类的 其实有的时候 就是为什么我们年纪轻轻 都是这样感觉像老七横秋的 因为你身上担着很多的责任 有时是治愈 常常是帮助 总是去安慰 我们要从一堆治不了的孩子里面 要找出能治的病 就是可能就是说 就是你做的事情 可能对你来说 可能只是一个病人 对着家庭来说 它是整个家庭 对 前一段时间我跟一位 也是一个主任级的一个医生 在吃饭的时候就讲到了 他们很多在做手术的时候 好多大家就要找到医生 拜托 嘱咐 在门口等着找 然后这位医生跟我讲 说其实大可不必 因为什么 他说如果我们在手术台上 做失败一次 有的时候一年都缓不过来 他都把责任放到自己身上 就刚才讲到的责任问题 所以我觉得特别感动 当时那种感悟 我觉得确实是这样 所以特别特别地崇敬他们 真的 特别感恩 感谢你们